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 马上开始 93年前的今天 在广州红花港 一场悲壮的婚礼正在举行 婚礼的地点 也是新郎和新娘的刑场 让这刑场 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 让反动派的枪声 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这两位在刑场举行婚礼的年轻人 就是共产党员周文雍 陈铁军 牺牲时 周文雍23岁 陈铁军24岁 1927年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415反革命大屠杀后 时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的周文雍 与中共广东区委副委会委员陈铁军假扮夫妻 为筹备广州起义并肩战斗 广州起义很快遭到失败 广州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 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为重建党的机关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 全力寻找失散的革命同志 不幸的是 由于叛徒告密 1928年1月27日 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 廖铐 老虎凳 吊索架 这就是当时关押革命制式的地方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 他们坚真不屈 周文雍更是在监狱墙壁上以失明智 头可断 知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挡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敌人无计可施 决定判处他们死刑 这张照片是在临行前周文雍最后提出的要求 要和陈铁军照一张合影 铁窗下二人神态自若相依而立 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定格了这场悲壮的刑场婚礼 记录下两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 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好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百炼成刚 党史上的今天 幻影响唐 幻影响唐